白色冰水車本來好凍端執行 結果越開越偏意外發生了 撞擊力道太大 白車瞬間四輪朝天 烏龜翻 旁邊剛好是汽車修配廠 老闆娘嚇壞了 這時候轎車引擎已經冒出白煙 老闆娘想先確認駕駛還好嗎 小心翼翼的打開車門 發現人還有意識 然後我說你可以出來嗎 他說可以 駕駛是一位老翁 好在幾分鐘後調整位置 能自己走下車 救護人員到場 七十二歲賴姓老翁直呼 頭暈腰痛身上沒有明顯外傷 送一觀察 車禍發生在七號上午十點左右 苗栗市預侵路預侵二接口 老翁不明原因 開車自撞路邊停車 地上流下長長擦痕 巨大撞擊聲伴隨刺耳的摩擦聲 嚇壞腹肌民眾 警方還要釐清是否老翁身體不適或黃身 才會發生意外 記者中正嫻陳政報李雲傑 妙麗報道